经济部推动低碳绿能运输 特别和工研院合作 发展智慧电动商用车 虽然车价比一般高出了两倍到2.5倍 但是成本比起加油车来说 只有六分之一到八分之一 因此国内已经有四家业者响应合作 鼓励节能减碳 政府近年历推电动车 经济部也与工研院合作 研发关键模组技术 推动电动商用物流车 并与四家物流业绩合作 工研院副所长王翰英强调 电动商用车虽然比一般车价 高出两倍到2.5倍 但是用电比加油省钱 只有一般加油车的六分之一到八分之一 它对人体的影响 那可能不是单纯说 这部车多少钱的问题而已 那可能是一个更大的一个 背后的一个医疗成本 那使用电动车就会变成是 整体来看反而是一个 比较划算的一个选择 除了省油钱 电动商用车无噪音无污染也是优点 华航从去年六月 就开始以电动商用车 代替公务运输车 王航副总刘雅川说 在机场运输工作 大多属于密闭空间 员工的健康比成本来得重要 机场如果说整个的车辆 类似这种轻型车辆 快两万步 那两万步是很可观的 如果两万步通通已经变成绿能 或者是电动车的方式 那整个机场的环境就会改善很多 其实我开过这个电动车之后 它的稳定度跟它的操控性 事实上是非常的简单 那噪音上也没有 那只是操作上就跟一般的自拍车是一样的 非常的简单 而且非常好操作 透过技术 生产以及使用者三方配合 经济部推广率能运输 虽然目前只有四家业者响应 显示电动车辆车想要普及 还有长远的路要走 但经济部仍强调 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 余灯TV外面非图优人台北报导